对,还行,就坐车时间比较长 如果不是天气原因的话 应该这个活动还挺有特色的 刚才好像提出有一个观众 是怎么自带的 是吗? 我没听到这个好消息 谢谢 完全看不见 对,就这样挺好的 看不清楚,还显得我们好看点 没有,这样的活动 第一次参加 本身世外的颁奖就少了 今天有个问题 其实明天在参加活动都比较好 那种地方,但是那张照片 所以有一些要真实或者文字 有没有想消灰或不想拍的那种照片? 有,就是原来上学的时候拍的一些 跟同学在一块儿拍的一些 完全不顾忌形象的那种照片 但还好那个时候不是数字时代 都很多是胶片的 都是无法复制的 就是各种刚睡醒或者在排练场里 大家的各种,就专门拍各种丑态的那种照片 那现在有些什么照片 传播量没有那么广 是不是也会订阅他们的剧主拍啊? 那倒也没有 我觉得挺好玩的,现在看就挺好玩的 那是什么时候会拍的一些短片? 短片会 前年我拍了一个,叫《幸福速递》 但是拍短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我觉得其实拍短片要面临的压力和承受的劳动力 是和一个长片差不多的 是更难的? 更难,因为它时间更短 要用更短的时间去讲清楚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是难的 比长片要难很多 你喜欢的动作男明星是什么? 动作男明星 成龙里连结 你如果有机会的话 想尝试什么? 对,有机会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希望还是愿意尝试 因为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 你什么时候准备到大点? 希望越快也好吧 现在还在积极地做准备做努力 那你的第一部作品是什么风格? 现在还不知道 还在找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演员的道路是一样的 都是在无数个作品的磨练当中 才能慢慢的确定自己的风格吧 你怎么看现在的演员 是否转了当导演? 其实是件挺好的事情 因为有想表达的 然后去做导演去拍一个电影 电影我觉得不应该分 是必须要谁去拍的 只要大家有想表达的 任何人都可以拍 就像我们《印象节》的这个slogan一样 就是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 你有信心票房超而照这些吗? 不知道 完全没往这想过 我觉得还是要拍一个好电影吧 我觉得好电影和高票房 其实也有必然联系 但是也没有 你觉得做演员的表演 怎么做演员 做演员做导演? 演员可能对表演上更细腻一些 或者说演员能更感性一些 不知道 其实到最后真的做到导演以上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跟你之前从事什么职业没关系 你更多的还是关注的是 监视器里面的内容 之前的职业 你会有瞬间忘掉 起码我当时拍短片的时候是这样的 你觉得最近你跟他说联系之后 你也别跟别思念 然后想问一下 假如醒下来之后 什么事 闪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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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啊 休息啊 我觉得这个 可能我一直觉得演员的工作 其实在镜头前不是他的工作 镜头以外才是 就是生活才是演员的真正的工作 有没有那些事情是你以前不想做不敢做 然后现在就是已经做了的事情 做导演啊 就是前年就做了 不管是短片还是长片吧 不管他是100分钟的还是15分钟的 我觉得不重要